我們現在開始上一個重點叫做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那我們要先複習一個以前教過的觀念 就是如果委對東西施力會產生什麼作用什麼影響 我們上學期的時候教過兩個 力的效應力的作用有兩個 停車戰界問哪兩個 謝慧珍 哪兩個 行變還有一個 行變跟改變運動狀態很好請坐 會有行變會有運動狀態改變 行變就是上學期教的俯克定律 那我們要講這個運動狀態改變變快變慢或者是轉彎 就是速度有改變 那我們前面教過了速度有改變什麼意思 速度有變化就叫做有加速度 所以這告訴我們對東西施力它就會產生什麼動動 加速度 有力就會產生加速度 好 那麼你很顯然可以知道 力量如果越大加速度就會怎樣 越大 那除了力量之外 還有什麼會影響我們的加速度大小 好 特別上一個例子 推這個空空的推車 很容易推 一下子推了就可以跑好快 然後把它裝起來 不容易推 同樣力量推還沒有那麼快 表示加速度沒那麼大 所以顯然這樣的例子告訴了我們一件事情 誰還會影響我們的加速度 這表示什麼 質量 很好 表示質量也會影響我們的加速度 所以我們就曉得加速度受兩件事的影響 一個是你施力有多大 一個是你的質量有多少 有受這兩個因素的影響 然後我們就得到了我們的牛頓第二運動力度 物體受到外力作用變嚴厲的方向產生加速度 公式寫作F等於MA 這一段話裡面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叫做嚴厲的方向產生加速度 也就是說加速度的方向跟力的方向是一樣的 加速度的方向跟力的方向是相同的 是相同的 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就是公式叫F等於MA 原則上我們以後的計算就是放在這個公式上F等於MA 只是人家可能不會那麼直接的告訴你M多少A多少 然後或者是F多少 你要想辦法去求去算是對的 F等於MA裡面我們的M叫做質量 單位呢叫做公斤 A叫做加速度 單位是公尺秒平方 公斤乘以公尺秒平方這個單位 我們把它稱之為牛頓 為了紀念我們那位牛頓大哥 叫做牛頓 所以我們在這裡所使用的力的單位叫做牛頓 讓一公斤的東西產生一公尺秒平方的加速度 這個力量大小我們就稱為力牛頓 兩件事 一 嚴力的方向產生加速度 二 公式背好F等於MA 然後呢 這就剛才告訴你說我們有F就會有A 因為M不會是0 有F就會有A 有A就會有F 就表示有力就有加速度 有加速度就有力 所以呢表示有加速度就表示合力不為0 但如果合力為0呢 合力為0回到誰身上 牛頓 很好慣性 牛頓1 物體不受力或合力等於0的時候 近者橫近動者橫坐 等速率直線就是等速度運動 大小不變方向不變 所以告訴我們 東西的受力情況 如果合力是0 請拿牛頓1 如果合力不是0 請拿牛頓2 F等於MA OK 好 這個呢 就看看就好了 我在八年前講過這一看就知道 那叫做齁 質量一定外力跟加速度成正比 外力一定呢 質量跟加速度成反比 這個我們在八年級的時候就跟你說過了 我們說我們寫上公式F等於MA 如果我的質量一樣 那A如果是兩倍F就是兩倍 A要變成 2分之1 加了什麼比 反比嘛 要反比嘛 所以我說過 國二就交過了這個正比反比 不需要被你看公式 你就知道什麼叫做成正比 什麼叫做成 反比 就沒有什麼問題 這一段的重點就是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重點1 嚴力的方向產生加速度 重點2 這個公式F等於MA把它備好 以後基本上就是拿這個公式做計算 這就是我們這一小段的內容